接上一个视频我们讲到 今天阿祖法为了躲避杰斯 特地去城里买东西了 老者难得带他们一起上街 他非常有兴致地给凯撒买了衣服 他把他当孙女一样疼爱 有很多人都说 老者对待别人都这么好 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这样 其实他对莱拉和阿拉兹很好的 只是他们妇女两个现在在赌气 阿祖法已经从中调和了 可是没有什么作用 老者说 你们难得出来一趟就带孩子玩一下 他的车子已经在公园门口停了下来 他们这里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游乐设施 可是凯撒来到这个地方已经很开心了 阿祖法觉得自己很失智 他没有带孩子出来玩过几次 即使每次来城里也是匆匆忙忙 买好东西就往大山里赶 其实康特是有兴致带孩子游玩的 只是他和凯撒一直处于分开的状态 所以也没有好好地带着他玩个尽兴 还记得上次凯撒来这里 还是阿祖法住在大山里的时候 那时候工人师傅带着他们来买材料 他觉得孩子在大山里没有玩伴 过得太孤单了 所以执意带着凯撒来玩了一圈 就是那次传出来了很多风言风语 都说康特在外面辛苦 而阿祖法和别的男人带着孩子在外面玩乐 所以从那次以后 即使再来城里 阿祖法再也没有带凯撒出来玩 阿祖法今天的心情放松不少 他的脸上也终于有了一点笑容 虽然他的日子还是很难 可能是他觉得再往好的方面发展 他们在游乐场没有多停留 老者已经开着车子带他们回去了 今天对于凯撒来讲真的是开心的一天 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晚了 阿祖法不好意思让老者帮忙一天 邀请他进去吃过晚饭再走 老者把他们买的东西全部拿了进去 他说时间不早了 我要尽快回家了 如果明天我有空会过来的 我看看杰斯会不会过来 我知道你一个人也赶不走他 明天我会来劝劝他不要再过来 老者走了以后 阿祖法又忙着收拾 凯撒今天很累了想早点睡 可爱的阿斯曼很乖巧都没有吵闹 阿祖法很认真地照顾乖巧的女儿 今天又是盲目而充实的一天 阿祖法又是盲目而充实的一天 阿祖法又是盲目而充实的一天